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微博之夜赵露丝与肖战台下聊不停两人七年前在这部戏虐恋先。 顶流男星肖战、女星赵露丝、白露近日在微博之夜台下热聊成为外界关注焦点。 去年肖战接连三部作品《梦中的那片海域谷遥》以及焦阳伴我或好评,赵露丝也以神隐。 偷偷藏不住与后浪稳作戏剧女神宝座,白露则已以爱卫营宁安如梦根,长月尽名成为爆款剧演员。 三人看似毫无交集,其实早在七年前就曾合作,而且赵露丝、白露也早已分别跟肖战演过感情戏。 肖战在微博之夜一入场,就从前排座位转头与后排的白露热聊,后来又与坐在白露身旁的赵露丝聊得相当欢快。 三人有说有笑,看起来关系相当好。 肖战、赵露丝2017年就一起拍摄《古偶巨恶》。 我的皇帝陛下 2018年该剧联播两季时,两人有缘无分的剧情发展让全网先泪海,虽然男主角是古嘉诚。 但是饮演男二的肖战跟女主角赵露丝有不少对手戏,剧中肖战是男主角黄叔,为了保护穿越女赵露丝。 对外宣称她是自己的王妃,还数度救她免于危难。 但最后却因赵露丝爱的是男主角而选择放手,剧情走向当年让许多戏迷意难评。 肖战与白露也有渊源,她2020年与黄景瑜、中楚西拍摄军旅剧《王牌部队》,当时白露与她在剧中饰演青梅竹马。 王牌部队2021年底播出后,由于中楚西感情戏太过拖沓,不少网友都许愿让白露与肖战在剧中修成正果。 不过很可惜白露最后只出现了两幕,不过每场戏播出时,都在微博月上热搜。 还有网友期望两人可以赶紧合作新戏,没想到两人还没有合作机会,先在微博之夜惊喜同框。 网友对于赵露与白露,肖战在微博之夜惊喜同框相当兴奋,看画面以为在演偶像剧。 我粉的男女主角都同框了。这是什么梦幻画面?天啊!好想看赵露与白露跟肖战两女抢一男的偶像剧。 原来赵露与肖战很熟。可不可以让这三个人拍一部戏? 不然赵露与肖战搭一行。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